洛杉磯院警察局通報稱洛杉磯射擊前女友小狗的男子 而在星期一凌晨被捕 該男子名為David Sumlin 32歲 1月2日 Sumlin在與前女友爭吵時 將枕頭壓在她的小狗身上 用槍指著小狗威脅受害者 向小狗開了兩槍後離開 小狗因傷勢過重死亡 Sumlin現已被拘留 保釋金為5萬元 聯邦檢察官表示 Sumlin已被判有至少4項重罪 包括試圖搶劫 以及使用槍械進行攻擊等 除了家庭暴力指控外 Sumlin還面臨作為前科犯 非法持有彈藥的聯邦指控 開庭日期還尚未公開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